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我们热火永续股份有限公司的执行长 欢迎吴宗叶 Hello大家好 我是David 是还有我们的行小长 我们的林佩杰 Hello大家好 我是Emily 嗨 很高兴邀请到两位来做创业访谈 我们好奇两位在从事这个品牌的一个起心动念是什么呢 从事这个品牌起心动念 怎么会让永续 热火永续这个品牌诞生的呢 哇 讲起来有点复杂 这故事很长 对 没关系 但是一开始其实只是想说要办一个市集 然后为什么要办市集 是因为我之前从事的是花仪工作 所以教了很多学生 那希望大家有个地方可以曝光 那重点其实曝光之外 我的最重要的点是希望大家可以就是发展自己的品牌 然后可以走得很顺利 因为过去可能创业就知道很困难 所以需要一个辅导这样子 那时候一个想法 然后那时候中业是我的那个品牌 就是顾问 对他是我的顾问 对 那他说那不然我们来问问看一些新创基地 对 因为自己要有场地嘛 对 那后来问了新创基地之后 他就跟我们说 那你们要不要试试看 就是干脆让这个变成一个循环的一个 持续性可以举办的一个 对 然后再讲到永续的部分 对 架构是从永续开始对 对对对 所以当我们就去思考 假设这些的创业者 他们想要成为花艺师 在现场要透过市集去做宣传跟行销的时候 你总不可能就只办一次市集 然后就获得很多订单 不可能 所以他可能市集要重复的举办 那如果市集跟市集的空窗 其实这空档怎么办 总的也要让他们有一个 可以把他们产品和服务往外推的一个管道 对 所以我们就建立一个这样的平台的机制 平常帮你办活动去做推广 那 那个平时的时候 是可以让你产品上架到这个线上系统去做销售 然后同时跟你的消费者做更多的对接跟接触 甚至是接触到一些更上游的大型的弊端的这个厂商 这样他才能够形成可持续经营的一种形态 对 然后也要够多元 所以我们后来也纳入了蛮多不同 十一柱形育乐的品牌 那就一起来做这个永续概念的东西 那主要也是大家要认同永续 然后去了解永续 接下来要实践永续这样子 那接下来我就要需要Devin来分享 什么叫做热火永续呢 这是我们的主要的架构 因为他代表着我们的差异化跟别人不同的地方 对 热火永续 我们其实在当初定义热火永续这件事情的时候 其实想了一些时间 那我们回到自己的原本的出发点跟初衷 我们希望能够让永续这件事情 是可以落地可以执行的 而且是可以在生活层面当中发生的 那当你的一个永续的理念进来的时候 热火它其实就是 Lohus Lohus 很开心 可是如果你怎么样 你的幸福感 也要能够持续发生 对 很重要 热火永续就是一个这样 让幸福感可以持续发生 这是一个slogan喔 对 是 因为我们有去查那个wiki 就是维基百科 什么叫做Lohus Lohus Lohus的概念是什么 所以我们就觉得 欸这个很符合我们的中心理念啊 因为人活着就是要开心啊 开心才有办法长久嘛 对 那如果能够持续性的开心 那不是很棒嗎 计刑组来讲 他持续性的经营 不用客药也可以得到的 很high 对 那这个东西的理念就很棒啊 你一般消费者也能够持续去接触这些永续的产品 他也用得很开心很认同 那他就会觉得 嗯我做这件事情是对的很正向强化 嗯 我觉得让一些 比如说 他的理念跟行动是可以结合的 对不对 所以其实就很依靠我们的平台怎么去帮他做了 所以是不是在我们的事前这些集结的元素上面 我们也花了很多一些心力 对不对 没错没错没错 包含在 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我们平台没有完全架构完成 对 可是我们现在是以市集的角度去出发 对 去让大家可以来去参与这样一个永续理念这个市集 嗯 但是永续理念的市集是什么 其实我们就要跟我们来去参与这个市集活动的摊上去做沟通 嗯 他们可能要先 拥有这样的一个而不愿意支持这样行动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是 那有些是 我想要参与啊 可是我不想要怎么去发展成为永续 嗯 我们变成是前期还要再去辅导他们 辅导他 辅寻他 让他知道说怎么跟 把你的永续的行动 跟一些实践方案 跟你的消费者 跟使用者去做沟通 嗯 所以他前期花了蛮多时间去 做培训 做教育 做辅导 那再把这个东西 变成是一个品牌的视觉化的一个具体的产出 对 让他在摊位的时候可以做呈现 嗯 同时也要提出他们把他们 跟消费者来去逛摊位的人 这样 这个 互动的过程 让他可以经由这些体验 更能够 理解他们在做的永续实践的行动 法案是什么 他就更愿意去支持这样的一个东西 是 所以前面花了蛮多时间 这些市场应该办理 去做这样的一个 揪紧 然后做培训 是 我觉得这一切好像听到 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初期会遇到的困难 对 因为包含说这些厂商们 他为什么要相信我们这个平台做的事情 那对于厂商来讲 永续 这件事情对他们的意义是什么 意义在哪里 跟产生的延续性的效用啊 或者是经济循环 经济回流到他们身上的是什么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 总不能让他说支持这样的活动 可是他却吃不饱饭了 不能这样子 那其实 这就是我们必须让他跟着这样子的一个 執行的理念是有一个共好的一个共存 那才可以让这个议题可以永续下去 那我觉得我们的平台就非常厉害了 我们怎么样有提供这样的资源 这是我们要烧脑的 没错 没错 在开始的时候 我们其实是看现在台湾的ESG的发展 那医生局发展如果以 比较早期这前两年的时间 他们大部分都是落实在法规层面 落实在大公司层面 他们希望能够跟国外的这个企业做生意 于是在法规上他必须要减排 拒绝能减碳 所以他必须要产生永续报告数 必须要做出一些提出一些 减排一些证据 所以他做这件事情是 必须得去符合这个规范 因为我的客人需要 他才能够有生意 我大客户需要 不然他的产业链就被砍断了 可是中小企业他 他没有那个急迫性 是 所以他们对ESG其实是有一些 可有可无 可有可无 那就淨摊 但是如果他有一点往ESG去的时候 我们的思考点是 中小企业他要的第一件事 也是要营收要成长 要能够生存 生存起来之后 如果永续这个发展的触角 能够成为它是一个新的商业模式 可以由市场契机 增加他营收就很棒 甚至是他可以变成这样的 所谓的 转型的一种新的发展模式 也是一样扩张他的营收 所以跟中小企业沟通的是 我没有从法尊的层面去沟通这件事情 而是说 你怎么样让你的永续产品 跟永续理念 让市场看得见 让市场愿意为你买单 你的产品服务 价值就会比他相同的产品 差异化就拉出来 不可以卖的比较贵 可是你必须要跟人家沟通 这个东西是什么 那要运来支持你的行动 所以永续便是一种加分 是一种新的商业模式的转型的契机 对 他的营收起来了 再去跟他讲说 你这样就后面的盘查 检测都OK 先让他可以活嘛 先让他很 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让他可以活 那再来是 我觉得这条路非常不简单 那其实就有牵涉到 我们为什么还要执行这件事情 这就是我们的经营理念 我想要请Devin来分享 这是我们的宗旨 那其实我们要怎么样去谈永续这件事情 带给大家的效益 那他才是我们 持续经营下去的一个方向 那我们来分享一下 我们的经营理念给大家 理念就八个字 实践永续 倡议落地 是很重要 但是很难 很难 就是讲到落地就难了 落地就很难 对 落地包含哪个层面 是喔 一个是 你怎么让消费者在生活当中可以 执行 执行跟接触得到 永续的体验的这件事情 这是一块 那对企业端理要怎么落地 对 他可以反映在产品和服务上 是真的能够 让消费者是有感的 所以我们当初办这个事集 其实就是第一个 成果发表会的感觉 我让我的厂商把他永续品牌的 产品跟服务 藉由市集去对接到消费者 让他们知道说 原来我的产品跟服务在 日常生活中的食衣住行的这个层面 他其实就是可以接触得到 不然在吃的部分 我可以去支持在地的食物吧 我们像有一个摊位 他是做那个 卖那个什么 咸水鸡 咸水鸡 我们也来永续了是吗 你知道他咸水鸡怎么永续 他鸡是来自于在地的农场提供的 放山 他们是从其他地方 花了很多交通里程 然后花了很多碳排放去 减少碳排放 对 然后他的包装 包装也是啊 他使用类似像玉米淀粉这种包装形式 去减少这个塑胶类的一个产品的 使用跟制成 对 他在某种程度来讲 他是自己符合这种 在地的一个经营的理念 同时也能够把减排里面带进去 他产品的服务当中 对 那像这个其实就是一个 非常好跟消费者去沟通的一种意愿 你吃的鸡就是用我们的产品 他是永续支持 你来多吃一点 而且他本身肉质又很好吃 是 在地的放山的土地 这起无形中 我们也教育了消费者 对 对 其实这个是一个很棒的方式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来分享一下 我们里面包含的 刚刚有提到说 其实我们很多 从前期的可能是 永续的观念的倡导 跟后续的厂商辅导 这是不是都在我们的项目里面 是的 没错 那我请Devin来完整一个分享 来说我们前期怎么样 到后期我们怎样一调容 帮他做后续的服务 我们光一个谈位要去展探的时候 他的整个视觉跟品牌 印象要先呈现出来 对 所以包含在他永续里面的塑造 不要讲说塑造 我到底在 我的永续经营的过程当中 我是符合哪一种永续的目标 哪一些要定义先抓出来 要先抓出来 所以厂商他一开始就不清楚了 所以就必须要去 抽丝剥茧 一个对一个 所以你是做教育的 那你真的做教育的话 你是符合永续发展指标 第四项指标 那这看一下你到底是 你想要做 这是你想要做的 如果这是你想要做的才能符合 因为你未来要这样做 那你怎么创造你想要的成果 那包含企业体检的概念 对 真的是 体检出来之后 就会形成一个 一些像视觉化 可以被看见的一个东西 对 再把它抓出来做亮点 对 然后亮点出来人家看到的时候 他就是从行销角度 我小时有看到说 这个东西引发我的好奇 那你到底怎么做的 他就开始做互动跟沟通 所以互动跟沟通怎么去跟人家讲怎么谈 然后要不然我尝试看看体验 所以他现场就有一些体验活动 然后是 自从视觉到沟通到体验活动的产出 前半都要经过蛮长时间去跟他沟通都可以 的确是耶 我觉得这个每一个企业工作 总会经过一个大改造的概念 对 那再来我想要请Devin来分享 其实这其中 其实我们刚刚已经讲到 我们帮这些企业在改造的过程中 也获得很多成就感 对不对 我们请Devin来分享一些例子 我觉得这个让Emily来分享 好 例子 那我要分享谁 太多了对不对 因为其实大家都蛮多给我们回馈 我从前期开始讲 因为刚刚主持人一直提到 那如何让人家知道我们在做永续这件事情 然后我们平台跟别人 还是市集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 所以我们的招商 就是算是招商分享会说明会 因为光要说明这件事情 就要花很多时间 又要三天三夜 但我们很浓缩啦 但是我们开了非常多次 有些品牌他们是听了两三次三四次 才后来决定跟我们进一步结恰 但是在这过程中也发现很多feedback 就是说你们真的是太棒了 你们做这件事情把它整合 这件事情我可能三年前 有一个从德国来的 就是德国他 听我们现场说明 他是台湾人 但他现在就在德国 那他给我们回馈说 这件事情我在三年前就想做了 但是我一个人实在是做不起来 然后看到你们平台做这件事情他很开心 然后也有一个农民 云林的农民一个大哥 他就说他看到这个他觉得就是 他们农民终于有希望 就是天哪终于有人可以看到他们的价值 用一个永续的概念去让他被看见 然后提升他们的农业价值 那再来就是甚至是有一些他们可能小的品牌 但是透过我们的平台他们去做这样子 刚刚说to b to c的沟通 所以他们获得了他们本来想象中想不到 譬如说他一个非常小的品牌 可能追踪人数搞不好都还没有1000人 但他可能被一个大企业看到说 他品牌的发展性跟需求度 所以他的企业跟他下了个订单 对那甚至是延续到后面的中秋礼合啊 企业合作啊或者是一些team building的合作 所以像这些东西都是来自就是这些品牌给我们的回馈 他们也意想不到原来做永续可以有这么多的展开 那其实对我们平台来说就是我们最大的成就感 那这就是我们想要做的 也是我们想看见的 的确是喔 当然看到品牌这些厂商的成长也是我们最热于看到的 那也期望说我们这个平台可以越来越壮大 只要他们的发展持续下去喔 是要持续持续喔 持续努力很重要喔 那接下来我想要请两位来分享 在我们自己这个平台一个未来的营域规划是什么方向 未来的话短中长期短期 当然是说我们是要我们平台的伙伴能够更加的茁壮 对我们才能够有更多的资源去产生更多的对外的连结跟库宅 是 那包含在我们协助他的产品去做上架还有服务上架 甚至是在协助我们的会友伙伴 做更进一步的这个教育培训 包含从品牌的发展 还是从这个所谓的碳排 专业度上面的提升 这其实是可以协助我们的 伙伴跟厂商去做一些事情 然后当然还有持续性的普遍 所以这短期的话还是往这方向去走 去创造一个比较可以可见到的变现的营收的一种模式 就是我帮助他营收 他也席入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回馈 我们就可以互相互惠共同成长 这是一块 那长期来讲 当我们的平台会员伙伴的过程长组装的时候 我们可以形成一个更大的一个生态系 生态的一个产业的合作的一个观念 一个生态系的状态 我可以让更多更大的厂商知道说 我们这边有一大包很好的永续支援包 就不要再购 对 但是像这样的理念 甚至是我们可以称为这些对外扩展的企业的一个 背后的一个中小企业的支持的一个团队 让这件事情是 不是只有大企业能够做到一个局限过去 中小企业能够往这方面去走 形成一个很好的商业模式 然后持续一层很扩张 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期盼 那同时在这个期盼的过程当中 又能够协助这个中小企业 把他们成本的服务对接给消费者 所以他平常办的一些活动 论坛 市集 都会不断去做一些举办 跟消费的沟通 让台湾这个永续的这样的一个种子 跟一个理念能够不断的被推进 因为台湾目前的这样的一个 日常生活当中的这种落实的方案 跟国外跟欧美这些国家 相对来讲其实是 少非常多 还有很多自己的口感 对 那扮演好这样的教育宣导 跟市场推广 也是我们对整个市场 对台湾最大的一个蛮好的责任 小区获展的支持 这个责任很重大喔 对 身为初始的推广者 然后是一个 我们说所谓的一个小棋子 都有机会可以壮大我们的一个 熊兵 这个概念 当然我们就要集结这些 对小螺丝兵们 对小螺丝兵们 一方面是我们更好整合这些资源 去落实到生活当中去实践 但其实蛮高兴的是 其实也蛮多外部资源自己看到我们 对 然后向我们靠近 向我们靠拢 跟我们寻求合作的关系 应该说 其实像这样的概念 大家已经开始慢慢有了 而且现在算是 跟AI也是同时的一个热潮的概念 对 那其实大家有这个需求的时候 就会发现 其实大企业他要写永续报告出 他需要这些东西 他其实更需要这些小企业 因为他必须要有这些东西 他才能完成他的大目标 所以其实大家是一个互生 互利共生的一个状态 是的 是的 的确是 我们可以看到说 我们其实有一个小种子在发芽 它其实是慢慢的吸引这些小小的 算是小种子在巨融 那其实我们有机会 会开成一片花田的 我们是期待这样子 从台湾开始 那也有机会说 我们也可以拓展到国外去 我们的永续经营也是可以一个很棒 有一个商机跟亮点的 没错 今天也谢谢两位带来的创业故事分享 非常的精彩 让我们知道永续这件事情 不是只有企业可以做 每一个人都是可以成为一份子的 谢谢两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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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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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